祝贺女郎迎来了四位潜力黑马选手 并且如今的正位教练锁定新的赛程之后 包括了顶尖的首发五人组更是要被确定下来 女郎的比赛很可能会赢下巴黎奥运会的比赛资格 并且争夺冠军的希望也会大增 我们从两大方面一起聊一聊 第一大方面 女郎迎来了四位潜力的黑马 并且接下来的正位教练锁定了新的赛程 将会充满希望 提到女郎在近期的比赛呢 可以说也在做出充分的准备当中 首先女郎在2024年在2月8号 首先要迎来的是奥运会的资格选拔赛 女郎的这三场比赛到底能否赢下胜利 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女郎正位的目标非常的简单 也非常的明确 也就是要提前锁定巴黎奥运会的比赛资格 接下来的女郎到底能否拿到资格选拔赛 当中的三连胜 首先我们女郎的主力阵容是很强大的 于是同时 女郎还有四位非常优秀的潜力骨 也被挖掘了出来 第一位那就是张静怡 张静怡在后卫线上拥有顶尖的得分能力 同时她也能够发挥出很优秀的水准 因此张静怡被大家呼吁 纷纷抵拔三位 那么第二跟第三位分别是大中锋的 刘于彤跟张子宇 刘于彤以及张子宇 两位选手都有两米以上的身高 并且能够打出强大的内线防守跟得分 尤其是张子宇 两米二八的身高 更是被大家称之为小巨人 而刘于彤 两米零一 她在内线方面也有很强的防守能力 第四位潜力的黑马 那就是队伍当中非常优秀的 顶级主力 也就是过去 大家都有所了解的 杨淑宇 杨淑宇她在后卫线上 一直都是女郎非常关键的工程 但是因为过去受到了部分伤病的影响 她确实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困扰 杨淑宇 随着如今杨淑宇等人 伤病的问题早已经得到了解决 如今来看 女郎有了这四位黑马 真的很有机会争夺大赛的冠军 接下来在2月8号 女郎所定的奥运资格选拔赛程 我们希望女郎一切顺利 赢下冠军 争取拿到比赛资格 第二大方面 郑伟跟姚明经过了综合选拔之后 如今女郎的筹发五人组 也更是要被确定下来 首先提到女郎的大中风 相信很多人非常熟悉的 也就是过去郑伟非常看好的李月如 如今来看 还有非常顶尖的含蓄 李月如她在欧洲的联赛打得非常好 尤其是她帮助土耳其的联赛 发挥出很顶尖的实力 于此同时 李月如在赛场当中 她不仅有非常机智的打法 而且她还依靠她的球伤 能够很好创联起整个团队 接着还包括了韩旭 也很优秀 但是你要说大中风方面首发的选手 目前来看 李月如才是最佳的首发主力 而在前锋线上 相信很多人都十分认可 李梦跟潘真奇这二人组 李梦在赛场当中 要得分有得分 进攻能力还很强 而潘真奇能够在大前锋方面增强 狼马球也能够完成突破 得分 最后就是后卫线上的 王思宇以及杨立维 王思宇在赛场当中 她一直都被受大家的认可 并且她的打法非常的全能 被称之为全能型的进攻选手 而杨立维更是作为球队当中的 大队长 她的带队能力也很强 因此女郎的首发五人组 也被锁定出炉 所以接下来的郑威跟姚明 两人的目标都明确之后 我们很有机会 在7月26号举办的巴黎奥运会 将要去冲击奥运会比赛的冠军 最起码来说 我们女郎很希望能够冲进总决赛 最后冲着总冠军的目标前进 希望女郎在本季奥运会 一切顺利争夺金牌 大家认可吗 欢迎为女郎点赞 感谢大家的认可 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